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我们第一个主题分享有连贯性和密切的关系 这不只是一个高难度的话题 也是一个令人难过的话题 我们会先了解为什么要为福音受苦 然后研究如何获得力量去为福音受苦 福音的来源是基督的十字圣架 所以福音与十字圣架是无法分离的 我们先向天主圣神祈祷 求祂充满我们和光照我们 应付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天主圣神 求祢降临 充满我们的心 并且在我们心里燃烧着祢的爱火 天主圣神 求祢降临 引导我们认识真理 使我们越来越亲近耶稣 阿们 应付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我们要像一个为福音而受苦的专家除旧 他就是圣保禄中途 在新月里相信没有另外一个人比他为福音的缘故更受苦的了 在他的书信中他多次述说他经历过的考验 在格林多元后书六章三到七节 他说我们在任何世上 他跟他的同伴 我们在任何世上为避免着植物受诋毁 不但没有给任何人跌倒的原因 反而处处表现我们自己 柔如天主的溥义 就是以持久的坚忍 在艰难贫乏 困苦之中 在拷打 坚禁 暴乱之中 在劳苦不倾 不食之中 以清廉 以明智 以永远 以词汇 以圣神 以无伪的爱情 以真理的言辞 以天主的得能 以左右两手中的正义武器 这是一番强而有力的话语 我们也是 在今天的社会里 如果我们基督信徒决定不要随波逐流 而是要逆水行舟 我们一定会像圣保路中途一样的困难重重 一定会为福音受苦 我们的信仰和道德观在社会上越来越被人轻视 甚至被人嘲笑 尤其是当我们维护生命 反对堕胎 捍卫一男一女婚姻制度 反对同性性行为 我们有时会感觉到对方的敌意 甚至憎恨 如果我们在政治经济教育上活出 我们以人道为主的信仰立场 我们很容易被人讥笑 在西欧很多政府 已经把传统的基督信仰价值观完全抛制老后 这些事实导致我们心中产生不同难过的理由 什么原因呢 我们心中会怀疑自己做的事情是不是对的 我们心中会焦虑自问 是否有力量承担这种压力 我们心中会难过 会暗淡的自问 我们的信仰是喜悦光明的吗 我们会有无助感 因此会气馁 我们本来就是少数民族了 我讲是信徒 所以会问 在台湾 天主教徒是否有一天会慢慢的消失 眼见这么多的问题 我们觉得孤独无助 很容易就失望 谁真的要活出自己的信仰 一定跟天主祈祷说 最少会有这种的祈祷的内容 我的天主 我的天主 你为何抛弃我 觉得像圣保禄宗徒一样 成为社会不要见到的人物 这是今天我们的信仰经验 所以我们要面对 而且要思考 能做什么 而且要具体的找出 我们在什么地方 场合会遇到信仰上的困难 有八点 一 首先在自己的家 我们常常想在自己的家里 船服 船服 应做服船 但却发现我们的配偶 对我们的信仰不感兴趣 不愿意跟我们一起祈祷 不要一起去王弥撒 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另一半 特别是没有灵洗的 不愿意用自己的信仰方法 这是常见 令人难过的事情 所以亲爱的太太们 女教友们 如果你们的先生 不愿意与你们 共同踏上信仰的途径 你们要继续为他们祈祷 为他们哭泣 你们的眼泪不会是白费的 接着是孩子们在叛逆起 做父母的尽力 把信仰传递 在成长中的孩子们 但他们却无动于衷 甚至排斥 不再忘弥撒 不要半告诫了 与教会的关系 跟信仰越来越疏远 但孩子们长大 更令人担心 教一些不一定是好的朋友 对异性对象的关系 没有打好基础 结婚以后 不再给自己的孙子信仰教育 有时候做父母的会问 到底努力传递信仰 给自己的孩子 有什么作用 若这样下去 下一代会怎么办 二 在学校里 如果孩子念的是 天主教学校 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但如果孩子念的 不是天主教学校 他们很快就发觉 会因自己的信仰 而遇到种种困难 比方说 对一男一女的婚姻 一父一母的家庭信念 会因为怕被同学笑 被边缘化而不敢祈祷 甚至会被霸凌 不敢进教堂 不愿意上主义学 身为教的老师 在非天主教学校里面 应拒绝推动性解放的运动 感受的压力 三 在职场 一般在职场 尤其是在商业界 都是以利益为原则的 能赚就赚 谁想听到教会的社会殉导 对外劳的工作待遇 谁会在赚钱的时候 讲道德 讲正义 要在商界上 为信仰做见证 谈何容易 四 在娱乐界 在休闲的公共场所 人们根本不会有任何的宗教思想的 在很多荷莱坞的电影里面 神父兄弟常常被人拿来开玩笑 当作假虔诚 教会常常被人抹黑 因为反堕胎 反同性行为 就被贴标签说是反人权 在外国有很多写读的图片 歌曲 甚至是舞台剧 说是艺术自由 言论自由 其实上是反对宗教 反对教会 破坏基督信仰 五 在媒体界 在台湾 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 还没有像西欧的媒体一样 拒绝地挑衅天主教信仰 但台湾的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 已成为某些运动的发言人 报道失去客观及中立性了 根本不会替教会的立场发言 比如说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 有些媒体甚至会挖新闻 来故意伤教会 在新闻界批评教会的教导 早也是行情了 六 在社会里 在一个寻求肉体享受的社会里 天主教同可以被视为少庆者 因为天主教反对性解放 反对婚姻 反对一夜情婚外情 反堕胎 反同性面行为 反对安乐死 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 天主教都被视为 阻止时代进步 阻止社会开放 阻止人类在世上创造自己的天堂 在社会里 天主教都被视为愚昧 因为我们还相信有真理存在 不愿意向相对主义的独裁势力屈服 不愿意向无神主义屈服 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有天主存在 而且相信天主创造万物 并使万物有他内在的规律和存在的目的 而大部分人都相信进化论 说大自然的一切来自自己 天主教都相信自然道德论 而一般人都认为 人是可以改变一切 掌控一切 天主教都相信 耶稣基督是真神真人 相信天主是历史的主宰 掌控一切 而大部分人只相信运气 自己的能力 关系 地位 天主教都相信奇迹 圣母的因圣神而受孕 耶稣基督从死者中复活 而一般人都以为这是神话故事 人死了什么都没有 但最重要的 我们相信基督在圣体中真正的灵在 所以采望弥撒 功领圣体 朝拜圣体 这都是使全球基督信徒 与别人区别的信仰真理 七 在艺术界 有多少的歌词内容 是与天主教信仰的伦理道德相反的 尤其是有关男女的爱 人生的幸福这一方面 在外国甚至有很多歌词小说 都用脏话写的 越来越多的影片 赞扬魔鬼 地狱 邪淫 死亡 整个现代文化都混声解数的 对付天主教信仰 音乐 图片 影音 就很容易进入人的脑海里面 影响人的身心 特别是年轻人 谁公开批评现在艺术的主流 马上都会被嘲笑是落后 古板 保守 反对艺术自由 缺乏创意 我们当然承认艺术有自己的空间 艺术有创造的自由 但在艺术界里的自由 就如其他地方一样 有它的界限 人的自由是有界限与责任共存的 只有天主才有绝对的自由 人的自由是相对的 只能在公义的范围存在 是要负责任的 不负责任的自由 就不是自由 那是自私 自私是犯罪常见的动机 八 在教会里 尤其这十几年 很多教友都不熟悉自己的信仰内容和道德 尤其在家庭婚姻上 谁若忠于教会的官方殉导 一定会在行动上遇到困难的 多少次 很多时候要办一些向外传教的活动之前 必须要花时间说服自己身边的教友 要解释一番 因为对方没有办过这种活动的经验 或是缺乏信心 但最难的是找到有使命感 而且又肯奉献时间的人 因为教会缺乏信德 以及有工作能力的教友 神父除了要施行圣事以外 还要做很多的行政工作 越来越像世俗的管理人员 根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做牧林工作 使用他的神权 替教友解决一些信仰上的问题 慢慢的恶性循环 无法栽培出优秀的教友 和扎实的家庭信仰生活 我们在进入分享的第二部分之前 我们在综合重复以上 我们要为信仰的缘故而受苦的八点 在家里 在学校里 在职场 在娱乐界 在媒体界 在社会里 在艺术界 在教会里 我们要问 我们能做什么 如果我们要为福音受苦 我们又如何得到力量和勇气 去为信仰做见证 我们能为福音受苦 因为 以下我有六个理由 有长有短 一 首先是因为我们爱天主 爱基督 我们人若受苦 那是因为我们爱某些东西或某一个人 才为这个东西这个人受苦 我们必须要爱天主 爱基督 才能够为我们的信仰受苦 不只是知道有关天主的道理 或者知道基督是谁 我们需要爱天主 爱基督 那么我们如何培养出一份对天主的爱 足够坚强的让我们有力量 去为福音受种种考验 大家都知道 一个孕妇 对所以不怕辛苦 十月怀胎 生下孩子 因为她不只知道自己有喜 而是因为她爱自己体内的骨肉 我们心中产生对天主的爱 是我们深深察觉到 天主首先爱了我们 我们对天主的爱 是我们对她爱的回复 天主爱了我们 借着她创造的化工 提供我们大自然的一切 向外边多美 使我们快乐 天主透过救赎历史 爱了我们 她不断在历史上挺身而出 把人类带回到身边 向我们指出正路 甚至把她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这就是天主的爱 如果我们明了到 耶稣基督是出于爱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那么我们知道 天主 我们为什么要爱天主的 那么我们心中 惨罪对天主的爱 因为我们体验到天主的爱 我们沾染死在十字架上的 耶稣基督 心中要常常跟他说 你身为全能的天主 居然让自己被钉死 接受这样可怜的死亡 为了救赎我们 我们站在十字架上 爱情的最大标记 为此我要跟随你 我们对天主的爱 也是要祈求得到的 爱是一份礼物 爱不是无中生有而来的 爱是一个恩典 我们是要祈求天主 赐给我们很大的爱 跟天主说 请打开我的心 让你的爱流入我的心中 好使我能深深爱你 二 接着是对灵人的爱 我们之所以能向人们传闻福音 尽管他们不领情 是因为我们爱他们 圣保禄宗徒对灵人的看法 不只是对人客气 微笑一笑 希望就这样教堂做满了 这是心理上的爱 微笑 客气 而不是基于信仰的 不是基于天主的爱 我们因为基于信仰 才会心中向每一个人说 你是天主的子女 我主内的弟兄姐妹 你对我来说是重要的 因为你有一个灵魂 是永生不死的 正是因为你有一个 永生不死的灵魂 我才尽我所能向你传播福音 好使你明白你生存在世 是做人的最终目的 有些人特别是年轻人 学生同事 真的很难相处 令人敬而远之 但我们不要忘记 他们可以借着我们而得救 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祈祷 甚至远受他们 将他们令自己受苦的行为 献给天主做补助 三 对福音的真理 要有一个深厚的信念 我们只能为一些 我们有深厚信念的东西受苦 但我们是否知道 福音就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我们自己一定先要清楚 我们借着福音 找到人们今天要寻找真理的钥匙 大家想想看 从福音 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创造主 找到了创造主 我们对天地万物就有一个解释了 因此对人生存在世上的目的 也有一个解释的答案 因为宇宙万物是天主创造的 所以宇宙万物存在是有一个目的的 因为天主是出于爱而创造的世界和人类 所以人类存在世上是有意义的 就是分享天主的幸福 天主不要在永恒中 孤独地享受他的幸福 而是要与人分享 我们基督信徒能够解释 为什么宇宙万物存在 而且知道宇宙万物存在的意义 我们知道天主是我们的父亲 因为福音告诉我们的 这是什么意思 天主是我们的父亲 我们的天父 这表示不只是人类 而且整个人类历史 都由天父掌控 蒙受天主的关爱 我们并不停留在一个深渊上面 我们不是死了以后 什么都没有的 我们在一双全能的手中 我们有一个天父 手持我们 爱护我们 福音告诉我们 天主是一个审判者 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味着邪不胜正 因为我们如果有一天 有一个审判者 那么天主会保证 最后公义存在 一定会得胜 好人最后会蒙天主赏赐永生 坏人会自取其果 这是我们行善力量的来源 四 福音告诉我们 我们在基督内获得了一个 由天主而来的形象 使我们成为新的受造物 这是我们每天死于自我的改变 而诞生的新人 基督把我们从罪恶 绝望 私情偏欲 仇恨 贪婪 各种的迷惑 不健康的上瘾中解救出来 我们现在有一位大能的天主 打开囚禁我们灵魂的这些锁链 这是为什么人生不同的阶段 我们有不同的圣事 好使从耶稣基督获得所需的恩宠 有不同的经文 为不同的需求 为不同的对象祈祷 这都是我们的好消息 天主为人准备好获得救恩的不同方式 这证明天主永远都不遗弃我们 这种生活保障去哪里找 五 福音告诉我们 天主实戒是我们做人的基本价值观 首先是天主和我们对他的服从 尊敬 抽时间给天主给自己人 给别人 给父母 爱父母 尊敬人的生命 保护家庭 尊敬人的财产 维护真理 带来心中的喜乐 平安 这是世界的内容 我们天主教徒 今天还可以告诉别人 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稳定 基于爱的关系 而不是基于利益的关系 我们天主教徒从福音知道一个家庭是怎么运作的 我们天主教知道怎么样维护生命 我们有来自天主的指示告诉我们 我们如何面对和克服人生的一些困境 谁有这种福分 我们还有征服八端告诉我们做人的基本态度 我们态度要谦逊 要有毅力 非暴力行为 要慈悲 要宽恕 要正义 要和平 这都是在今天社会的做人态度相反的 世俗人都在自夸 喜欢用暴力 喜欢占人便宜 动武 而福音却告诉我们 我们有更好的选择 和平共处是有可能的 最后 福音和圣人们也告诉我们未来的事情 四大中 中于的中 中结的中 四大中 我们知道 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 而是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门 而死亡也是一个做抉择的最后关头 重要时刻 福音告诉我们 我们是被创造和被招教 与天主在永恒共享光荣 但福音也提醒我们 我们一生若不关心天主的事 只追求自己的利益 我们也有可能死后掉下地狱 我们现在知道 人生就是一个抉择 而这抉择会带来后果的 耶稣和圣人们的一生 证明了给我们看 人只活一次 是没有投胎轮回的事 所以要好好珍惜 借着天主的恩宠 和教会的信仰 团体生活 堂区组织 善用这一生去准备自己死后 与天主见面及合一 这些不只是一些例子 证明福音今天仍然有话 可以跟人说 是事实 但我们不能够只靠嘴巴 也要靠行动 生活 来传福音 这是为什么 圣保禄宗族说 我若不传福音 便有祸了 不活出福音来 就是大祸临头 当然 我们若认真的按照福音生活 我们一定会遇到各种的困难 反对的人 阻碍 冲突 还有今天种种的意识形态 或者是主意 六 圣神的力量 谁若扶传 就需要有自动自发的力量 我们需要一股力量 在毕竟后勇往直前 与人分享自己的信仰经验 手软 绝腿的人是无法传播福音的 意志不坚定的人 不会感动别人的 我们做见证时要有热忱 办活动时 心中要有喜乐才行 一个外教员 如果看着一个唐区是死气沉沉的 当然不想进去 相反的 如果一个唐区是生气蓬泼 他不请也会自来 那么我们怎么得到力量 热忱 勇气 毅力 我们需要经常领受圣事 光凭自己的力量 我们会一事无成 通常在教会里工作的人员 会依赖教会的组织架构 传协会 什么会议 什么小组 这些组织架构 当然有他们的意义 存在的目的 但人的东西是永远不能够代替天主的恩典 人的力量不能够取代天主超性的力量 我们是从圣事那里获得超性的力量 所以我们要勤领圣体 上半告解 告解甚至解除我们灵魂的一切负担锁链 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 如果我们身背重担 我们再怎么样大力都还是会掉下去的 告解甚至能解除我们灵魂的重担 好使我们的灵魂能够往高处前进 有时候我们也需要有挑战性的方法 去摆脱灵魂的一些牵绑 像守栽 不只是不吃肉 守口栽 眼栽 耳栽 少看电视 少打电话手机 透过这种的守栽 获得力量 某些传家的阻碍 以及恶势力的攻击 是只能够透过守栽来解除 当我们守栽 魔鬼就无法用物质来诱惑我们 因为他看到我们真正的投身于熟灵的工作 就是非吃喝玩的工作 圣神是超性力量的赋予者 我们大家都领着坚质圣事 但我们是否察觉到坚质圣事的意义 透过坚质圣事我们领受了圣神七恩 谁还能背出这支七恩 敬畏 孝爱 聪明 刚毅 超见 明达 善智 我们要常常呼求天主圣神 求他给我们所需的力量和恩宠 敬畏 为了尊敬天主的诫命和圣言 每天的敬畏 non-stop non-stop 不停地敬畏天主 越敬畏天主的人 就越被天主所爱 孝爱 为了爱天主而虔诚地祈祷 每次进教堂 尽量打跪 收敛心神 先跟天主打招呼 再跟别人讲话 天主圣神是很乐意地赐给我们这些恩典 但我们也要明白这些恩典以及他们的目的 天主圣神是一个活神 尽管我们不知道要求哪一种恩典 但我们可以跟他说出我们的困难和问题 他一定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并替我们做最好的安排 但我们必须求他赐给我们当下所需的恩典 而他一定会赐给我们的 天主圣神可以说满身恩典 等着我们向他祈求 只是我们还不知道他的手机号码 不知道怎么跟他联系 我告诉你 他的手机号码就是千辛辰义 千辛辰义 就是他的手机号码 我们可以向圣母妈妈求助获得力量 身为教会之母 圣母妈妈最了解教会的需要及问题 所以她又称为痛苦之母 有些圣母塑像 特别是外国 在拉丁语系国家 或者是绘画 我们看到有七把剑这样穿透圣母圣经的一种塑像 圣母他的五点身心七把利剑的 圣母玛利亚也是痛苦之母 意思是说 她也体验过罪人在世间要受的痛苦 所以我们受苦时可以投奔于她 而她会用她母爱的斗篷遮盖我们 我们可以向她诉苦 特别是家庭里的苦 妇女的苦 可以跟她流泪 因为她也痛哭流泪过 我们可以向圣人们求助获得力量 圣人们之所以成圣 因为他们受了许多的苦 圣人们是受苦的专家 他们是透过受苦达到圣德的高峰 天主召叫我们也是要我们替他做扶床而受苦 我们不需要自讨苦吃 痛苦会不请自来 当当来的时候我们要善用 懂得善用 圣人们懂得感谢天主 给他们机会为天主受苦 我们还是求天主不要给我们受苦的机会 所以圣人才是我们的榜样 尤其是自己的主宝圣人 他们等待着要帮助我们成圣 除了圣人以外 我们还有无数的天使 总领天使 护手天使 在每次扶床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请他们替我们铺路 保护我们 我相信如果他献身给我们看 他们的数量会令我们目瞪口呆 我们也要谨慎 我们做扶床态度要谨慎 什么叫谨慎 耶稣说 马都福音七章六节 你们不要把圣物给狗 也不要把你们的珠宝投在珠前 怕他们用脚欠他的珠宝 而又转过来咬伤你们 我们可以跟寻求真理的人 分享很多信仰的内容 但缺乏诚意的人 根本无法分享信仰 反而会被他们嘲笑 我们只能够为他们祈祷 明知道对方没有准备好 就不要马上讲一些神圣的道理 像天主圣三啊 圣体圣事啊 神圣的东西包括道理是神圣的 需要被保护的 扶床是需要人开放的态度 我们一定要看到对方的接受能力 给他所需要的东西或讯息 尽管对方他不排斥天主圣三 或身体圣事的道理 但他不知何从入手 勉强也没用 反而产生反效果 圣保罗宗族也说过 连一些教友都接受不了太硬的食物 格林顿前书三章二节 我给你们喝的是奶 并非饭食 因为那时你们不能吃 就是如今你们还是不能 圣保罗宗族早就有这种经验了 比方说如果孩子不想念整串玫瑰经 念一端也可以 等他明白到原来玫瑰经是捆绑魔鬼的锁链 因为玫瑰经很简单 很谦虚 魔鬼是最怕简单谦虚的东西 它是骄傲 它是自大 当他小孩子明白这个道理 他就会多练了 记得饭食是给身体力壮的人吃的 小婴儿吃饭食 反而会生病 福传师的谨慎态度也提醒我们 要有耐心 天主是宽宏大量 很有耐心 我们不只要向他学习 学习向他有耐心 我们要相信天主 如果今天尽了力了 看不到福传的果实 那么可能是下个礼拜 下个月 甚至明年 天主有他的时间计划安排 但要记着这一点 千万不要打断沟通的桥梁 千万不要怀疑爱的桥梁 尤其是与自己家人的沟通 没有爱的桥梁 连扶船都不可能了 爱的桥梁一定要通行无阻 不管对方要不要过来 或者是否让你过去 要相信爱的力量 总有一天会结出果实的 但我们也要懂得表达爱 要有方法 要先看 如果我走第一步 对方会有什么反应 动作不能够太大 语气不能够太重 因为如果我们不小心 动作太大 语气太重 反而会令对方觉得 我们不爱他 如果我们经常保持冷静 讲话有分寸 需要的时候 向对方微笑一下 让他感觉到我们的爱 这些都是需要花时间 去学到的经验 跟联签沟通要很有技巧 我们一方面让他感觉到 我们的爱是真诚的 另一方面 也要他们明白我们的道理 我们做扶船 所以需要一个信仰的团体 这点很重要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些 有同样经验的人来陪伴 我们需要有人跟我们讲话 跟我们一起祈祷 甚至受苦 这样我们才能够继续 否则一个人淡打独斗 是无法继续下去的 所以传协会不只是一个工作团体 也是一个信仰分享的团体 最后一点 当困难来临的时候 我们怎么面对 当困苦来临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 向十字架说 我接受 拒绝十字架的人 会觉得它更重 接受十字架的人 会使它变得更容易 如果我千方百计要逃避十字架 一个考验 一个困难 它会更难背 如果我勇敢背负它 它就变得更轻 如果我们相信 耶稣会帮助我背负 任何一切扶传的十字架 因为这是他救灵的十字架 十字架变得更轻 我们越把自己看重 我们就越受苦 很多的烦恼是来自 我们的自我中心和私心的 但如果我们越放下自己 在人天主面前变得更微小 天主就更能充满我们 提升我们 助我们跨越身外的大小困难 我们也要知道 受苦是一种做补俗的方式 我们坐扶传的时候 常常受到抗拒 这最基本的抗拒 就不要 这是为什么 这种他们的抗拒 是我们为他们悔改 要付出的代价 我解释一下 就好像一个天平一样 对方对天主 耶稣的抗拒越偏重 有一边很重 就要透过我们的 补熟我们的爱心 使天平爱心的那一边 慢慢地加重加重 所以抗拒那边的 慢慢越来越轻 越来越轻 使抗拒的人 更洁净天主 得到救恩 耶稣当然也为所有的人 付出了赎罪的代价了 但因为我们是祂的朋友 所以祂邀请我们做股东 分摊一下 参加投资祂的救赎工程 分享祂的光荣 受苦能改善我们的扶船工作 每当我们因扶船而受苦 我们便经验到我们的限度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想别人马上信教 是因为我们不够耐心 先讲一次道理 他的灵性 我下次不要讲了 为什么别人不见识我的扶船 我们就呱呱叫呢 是因为我们爱得不够 为什么对方反应这么冷漠 因为我们不够圣德 受苦能使我们成为更好的扶船人员 受苦净化我们 除去我们人格和脾气上的各种瑕疵毛病 使我们更坚强 打不败 最后一点 受苦使我们与被钉的主耶稣结为一体 除了当我们受苦以外 没有别处能让我们 与我们的救主是更亲近的了 每当人受苦 天主是最洁净他的 这是无容置疑的 在受苦时 我们可以放心对耶稣说 主耶稣请帮助我 请你给我力量 而我们要相信 耶稣一定会给受苦的基督 我们与他结合一体 是我们为什么要为福音受苦的最后理由 就是要跟在十字下的救主结合一体 我们能做什么去为福音受苦 我们重复一下几个可能的方法 对天主的爱 对人的爱 深信福音里面的真理 以及这个福音对人的绝对重要性 圣神的力量 态度要谨慎 信仰的团体 以及与被钉死的救主结为一体 这一些都是可行的方法 去承担做福传要遇到的痛苦 我们很可能进入一个 更要为福音受苦的时代 但如果我们准备好去为福音受苦 我们便会在这个黑暗的时代 成为很多人的福祝与光明 当别人绝望 迷失 彷徨时 我们还有希望 还有指南 还有安心的话告诉他们 使他们找到立足点 如果我们赖天主的力量 屹立不咬 我们可以成为很多人的支撑 力量 希望 因为这样 正如圣保护众徒所说的 尔菲所书一章二十九节 为了基督的缘故 不但是为相信他 而且也是为他受苦 整个十一月是炼灵月 一谈到炼灵月 当然想到是炼灵的灵魂 其次是死亡 他们已经经历了 我们要面对的 可是不要忘记 还有第三点 就表示 生命的短暂 时光的迅速 事物的变迁 愿这个烈灵月 种种的教会的道理 帮助我们今天的 毕竟能够对福传 对天主 对人更有高度的看法 时间就像一条运输带 尽管你站在上面 还是往前走的 尽管我们不努力扶传 我们还是有一天 要面对天主的 所以我们要准备好 但愿天主降福我们 以及万道路 所有的本堂教友